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1月16日 星期日 大陸多個地方就爆發了Omicron 疫情 我們一直以為 現在大陸就沒有進化到Omicron 但想不到這個DeltaOmicron一起來 官方 當然仍然想堅持清零 不過 我們就發覺現在大陸 越來越陷入 萬劫不服 本土疫情在大陸相繼爆發 中共的衛生官員 雖然防疫工作嚴峻複雜 但是疫情整體是平穩的 外防輸入 內防反彈 以及動態清零 對防範Omicron仍然有效 根據中國網這個直播 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在15日下午 接開了新聞發布會 針對大陸媒體提問Omicron導致本土疫情 防控措施 是否會升級 國家衛健委 疾控局 疾控局一級的巡視員 賀青華 作出上面的表示 賀青華說 疫情整體形勢是上算平穩的 局部地區發生了本土聚集性 疫情 可以做到短時間內有效控制 天津本土Omicron聚集性疫情 波及河南安陽市 以及遼寧的大連市 天津已經到了那麼遠了 天津的疫情仍然在發展 但是三日新增病例 多數集中在隔離點西茶發現 疫情外疫的風險 逐漸降低 即是沒有再向外擴散 他強調陝西西安疫情進入尾聲 應該快要斷尾 而河南的鄭州和許昌疫情 近日的新增病例 持續下降 有好轉跡象 他繼續說 廣東 新增病例是集中在隔離人員發現 疫情初步得到控制 沒有向外擴散 廣東珠海1月14日報告的感染者 中山13日報告的感染者 上海13日報告的感染者 這三個地方的基因 聚測 都是 Omicron Omicron已經在中國本土出現了 杭州 1月14日也報告了一個本土感染者 其實很奇怪 為甚麼會出現一個兩個本土感染 而且是 全國每一個地方都有呢 廣東 河南 上海 然後 遼寧 天津 到處都有的 還有陝西的西安 其實全國 北部 東部 中部 南部 全部都有 是新疆 西藏 青海 這些省份沒有 他 認為根據專家的判斷 Omicron變異株 是不影響現在 現有的核酸檢測試劑的敏感性 以及特異性 中國的外防輸入 內防反彈 總策略 以及 動態清明的總方針 對於防犯Omicron 仍然是有效的 其實我也覺得是有效的 在外防輸入方面 第一 落實 入境人員 全程閉關管理 第二 管控接觸入境人員物品 以及 環境的高風險崗崗人員 海關 職員 類似這些人 第三 加大相關入境物品的抽驗比例 第四 嚴格實施入境航班 消毒措施 強化源頭管控 防倒疫情輸入 內防反彈 持續展開重點人群 重點場所和重點單位的監測預警 持續推進疫苗的接種 第三 引導公眾做好日常衛生 通風 戴口罩 勤洗手 第四 快速處置 每宗散放聚集性的疫情 何清華說 持續關注包括Omicron 在內的變異株全球流行趨勢 加強相關變異株傳播力 致病性和對疫苗免疫效果等方面研究 及時評估輸入風險傳播的可能 根據評估情況 指導各地動態調整防疫措施 我們要跟大家分析一下 最新的情況 就是 Omicron 已經殺了入北京 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新聞集團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現在我們的主力廣播就會在星期二日報 當你現在看的時候 如果第一時間看到 就即是你們是星期二日報 那麼我們 其他兩個頻道 主頻道 和第三後備 都會遲一點才會播 所以大家要記住要留意 因為我們的星期二日報 第二後備 其實 具備了一個條件 已經有7萬8千人訂閱 相對 第三後備當然強很多了 而且可以恢復賣廣告 我們會主力鼓勵這個 鼓勵這個 起碼會推到訂閱10萬 戰鬥力跟主頻道接近 會遲到跟主頻道接近 我們才會 起碼會起收入 因為主頻道還是有很多黃標的 他十分之過份 持續打壓了我們一個月 一上就全黃 最近這兩天好些 鬆了一點 我們不是在黃金時間播映 在晚上很晚的時候 跟以往不同的時間播 才可以偷偷有一兩節 一兩三節就能播到廣告 這樣的情況影響得我們很厲害 所以我們就決定改變策略了 所以我們現在在主頻道 就是 顏後一點 星期二日報 7萬8千個訂閱的星期二日報 然後另外一個呼籲 就是2月4日 年初四 中共的北京東澳開幕 我們會去中共的大使館 替他開年和贈慶 現場我們會印製了一批 畫像給大家踐踏的 包括有林鄭月娥 以及習近平等等 讓大家去踐踏 抗議對我們香港的打壓 當然還有 新疆 西藏 內蒙古 對於少數 民族的欺負 甚至乎是種種滅絕 抗議對中國人權 的迫害 迫害很多維權律師 對全中國 也是一個 加害於整個民族 所以我們應該聯合 中國裏面所有受壓迫的人 一起反抗中共 這個才是我們的出路 我們 全程到時會直播的 希望大家 多多留意 而且在英國的朋友 我希望你們也可以來參與 因為袁爸爸已經改了機票了 到時會再回來 英國跟我們一起 搞這場抗議 這個抗議是2時至4時 之後我們會在 即時舉辦一次義工的 聚會 接下來 商討一下我們之後的 那個動向 我們要說回Omicron 殺入北京這件事 上海已經淪陷了 現在到了中國 已經有14個省市自治區 發現了Omicron病例 中國官方多日現況死守的北京市 昨天也是第一宗 Omicron攻陷北京 上海 珠海 廣東省 全部都糟糕 1月15日晚上 即是昨晚 北京市政府的疾控中心副主任 龐星火 證實了 他們新增了一宗本土病例 為甚麼會有本土病例在北京出現 經過兩級疾控中心的實驗室福檢 福彩也是陽性 而且檢視出是Omicron變異株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病人 14天 沒有一個外省市旅遊市 沒有相關病例接觸市 感染完全是 不知到哪裡來的 除了首都北京之外 Omicron也是 攻入了上海 上海衛健委通報 14日發現了43宗確診病例 13日發現了30宗 昨天我們也說過了 他們突然宣佈要趕學生走 很嚴重 這次 我們想跟大家說一下 為甚麼無端端 會在北京出現 其實可能跟天津的人 遷了北京有關 因為其實早在1月4日 北京當時就有一大堆人 離開天津的人 32%的人 是去了北京 當時離開天津的人數 大家想想想 1月3日 現在是十多日 而你怎麼知道 在1月3日之前 天津 是不是已經有人把病毒帶到北京呢 尤其是現在Omicron 我們想說一下 在很多國家已經是覺得 風險越來越低 之後中國 將Omicron當作是一個世紀疫症去處理 這個問題 就要視乎你 是不是 負得起社會成本 當然 如果你當雙風感冒 都要一個疫症來處理 誰打黑癡就把他隔離14天 或者21天 要他強檢 這樣是絕對做得到的 不過你會付出很巨大的經濟損失 人力 物力 財力 以及 你會扼殺 整個社會 他們的 工作積極性 他們甚麼都不敢做 因為動手就說讓你把他防疫 如果他是一個打工仔 被你捉在防疫 老闆参炒魷魚呢 是不是繼續出糧給他呢 其實很多問題出現 而中國 是完全 這個政府 不會理會你市民的死活的 人民的生活 不是他考慮重點 你 要你運就運 要你隔離就隔離 中國人民 被驅不移 犬與雞 這次殺了北京 對於接下來的北京東奧 當然是重大影響 因為 習近平一直以來都說要把他強調清零 上有好者就下有十烈 楚和好細腰 宮中多餓死 現在習近平就要清零 中國 就要 萬劫不服 我們其實期望他 繼續下去 只有這樣下去 才可以將中共拖垮 否則 其實也有難度 因為這麼龐大的經濟體 不會一時三刻倒下 是要經過 長年累月的磨損 不斷地消耗他的角力 現在 中共 習近平就是在做這件事 我們 只要靜待這個時機 當然 有機會的 我們也要推動一下 這一節時間 先說到這裡 拜拜